氧素是自然界最小的原子 它是占宇宙成分90%的物质 它就是氢 人类发现即在化学领域应用了氢 200年后 氢气被应用到医学领域 并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被誉为人类健康的守护神 2007年 日本医科大学教授泰田成南 在Nature Medicine上 首次发表了氢分子可清除人体自由基的论文 奠定了氢分子生物医学的研究基础 泰田成南教授追出 能治疗疾病的原因是 氢气为选择性抗氧化物质 氢气可以选择性中和抢基自由基 和亚硝酸因离子等毒性活性氧 而不予过氧化氢 一氧化氮 超氧因离子等必要活性氧发生反应 氢气自由基和亚硝酸因离子 是活性比较强的毒性自由基 这二者非常容易与细胞内的蛋白 核酸 之类等生命大分子物质 发生不可逆转的化学反应 导致这些分子 发生致命性损伤 即氧化损伤 而氧化损伤 几乎是所有疾病发生发展的最常见 和最基本的病理学生理机制 而氢气进入人体后 能够阻碍自由基破坏细胞 并利用氢分子的选择性抗氧化作用 与毒性自由基相结合 结合后 变为无毒无害的水排出体外 能够很好地促进新陈代谢 去除体秀 延缓衰老 保持健康状态 截至2013年 全球发布氢分子医学研究论文450篇 氢气生物医学效应 获得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已经超过30项 以第二军医大学 孙学军教授为代表的 国内几十家医院和科研机构 开展了近200项氢气生物医学研究 涉及疾病60多类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到目前为止 先后有清晰对十多种疾病的临床研究报道 分别是 二型糖尿病 代谢综合征 血液透析 内风湿关节炎 巴金森病 建制性膀胱炎 肝癌放射治疗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 慢性乙型肝炎 肌肉病 脑缺血和皮肤病 目前用清晰治疗疾病的研究 在国际上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清晰生物学效应的发现 将对人类疾病治疗和健康防护理念 带来革命性影响